12月17日,中俄蒙国际东勇邀请赛,在内蒙古自治区,护伦贝尔市,海莱尔区东勇基地,银枪开赛。 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蒙古国三国的70多名东勇爱好者,在冰河上挥避竹浪,激情畅游。 东勇是一项挑战人类极限的运动,当日下午,室外温度达零下32摄氏度。 严寒下,水面瞬间结冰,忙碌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清理着水面上的濒临,但极寒丝毫阻挡不了各国参赛者的热情。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增进我们两个城市间的友谊,加强合作,特别是这种极限运动,特别有意思。 据了解,这些参赛者年纪最大的已有76岁,最小的为27岁。 在长20米的冰河上,选手们或自由泳,或挖泳,或蝶泳,在冒着水蒸汽的水面上批波展浪,享受着这冰天雪地里的激情。 东勇这项运动对身体特别好,还可以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 从事这项运动,我们可以更加健康。 感觉非常好,越冷越热情,越冷锻炼人的意志,使人的意志力坚强,是吧? 我们每天游得非常开心。 东勇邀请赛,作为当地一项冬季品牌赛事活动,以独特的挑战寒冷的健身方式,受到民众的关注和越来越多东勇爱好者的喜爱。 随着十四冬脚步的日益临近,当地以十四冬为侧应点,充分发挥以冰雪运动加生态旅游的模式,进一步传播东运精神,打响全国东勇圣地体育旅游品牌,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。 同时,以体育赛事为桥梁,进一步加强了与俄罗斯、蒙古国的沟通协作。 本次的办赛目的,主要是通过东勇来看一下我们体育人的一个完全拼搏,或者是有忍耐力这些方面的一个整体的素质。 然后通过东勇来促进和俄罗斯和蒙古的交流,完了也是给十四冬比赛做一个预热,完了也是作为内蒙古的叫美开放桥头堡这块工作上做一个助力。 感谢观看